第一個下載,下載之後並且再寫到資料 我剛剛把我做的畫面貼到這邊 其實改哪些地方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我就不貼程式,反正應該跟前面的那個會員 會員資料那個其實相,就拿那個來改的啦 只是說你要知道加在哪些地方,加在哪裡 你不要加錯,我想應該就會跑得出來 那你在寫完之後,你也許再用sqlite database browser看一下 因為如果有錯,他會跳出來 那如果沒錯的話呢 那他就會全部寫入了 那最後的話,我在利用之前的那個slate 把他再查,把park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再利用slate所有的frontpark 把它查出來,然後另外的話 利用那個print方法 把他一個一個呢,再把他全部讀到我的下方 讀出來的結果就長得像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就是 寫進去之後 這邊有個寫進去 寫完之後呢,再利用 這個讀看看,沒有問題就直接可以把它print了出來 看到的結果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多了一個階段 是把他放到資料庫裡面 再把他全部讀出來 那今天呢,我大概開個頭啦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你可以試一下 像這邊還有一個json檔 今天是利用開放資料的csv 那另外還有一種格式是json json 那這個格式的話呢 我利用台北市公園景點 比如台北市有哪些開放的景點 那各有哪些 古蹟啦,或者什麼一些著名景點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怎麼樣把它全部 從網路上 又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我想回去 可能可以先看一下 最後一樣 再把它寫到那個我們的 資料庫裡面 這邊都有相關的畫面 回去 試做看看 那下一次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你也可以從雲端上面 比如說你的資料不是 公有的 而是私人的 你自己可以建一個開放資料 放哪裡 放雲端一點就可以了 雲端一點本身就可以 產生csv 你也可以讓人家去抓資料 你自己也可以成為 開放資料的來源者 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最後的話呢 當然 下個禮拜 有時間快一點的話 那我們可以 把那個 再去 針對 不同的網站 不過網站的難度又更高 這個地方可能還會需要 要安裝一個叫 Beautiful Soup 是 Beautiful 美麗的 Soup 湯 美麗的湯 這什麼東西啊 名稱很奇妙 不過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為什麼取這個BeautifulSoup 這個BeautifulSoup主要是什麼 幫你去 解析 網頁上面的標籤 包含html 跟CSS 那這跟 BeautifulSoup 有什麼 關係呢 想不通 我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取這個名稱 有時候工程師取這個名稱 好像沒有邏輯 有點無理頭 OK 你可以找找看 你們如果有找個答案再告訴我們一下 為什麼他取這個名稱 裡面的話 比如台銀 我也希望把台銀的網頁 一下子按下去 自動截取下來 當你可以截取的話 自然可以寫到資料 沒有問題 怎麼做 另外的話 雅虎股市 等等的 當然還有什麼 另外 威力財 網路上的開獎 你也可以整個把它抓下來 沒有問題 反正你只要看得到東西 通通可以把它抓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著把 今天的部分 先做完 後面的話 基本上 有點 往上跌 等於是在 建高樓一樣 高樓還是要平地起 一層一層的往上堆疊 所以我們從 前面的基本的語法 再到 串列 所以今天用到很多串列 下禮拜用那個 傑森一定要 會用到 Dictionary 字典檔 所以前面的東西 如果你沒學好的話 那你後面 要把它串在一起 就更困難了 還有呢 前面用開啟檔案 今天用資料庫 所以後面還是會用到資料庫的 機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對資料庫那個單元不熟 回去 還是建議 把那個資料庫部分 再多看 還是要多做 看十遍不如做一遍 看十遍還是做不出來的話 你就要再看 就是在實際上做了 另外如果實在有問題 上用那個除錯模式 OK 今天的話時間關係我們先 先講到這裡